在表现建筑本质是什么的 这件事情上科技一直在进化 那我们怎么跑在这件事情上面 而不是去做一些电脑就可以完成的 或者是说它也许是你经过一系列的training 你就可以完成的这样的任务 我觉得这比较是现在建筑里面 要学生理解到它要养成的技能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建筑家Podcast 建筑家Podcast从今年4月开始 至播出至今已经30集以上 谢谢大家每一周的收听 我相信你会收听这个频道 应该是十足的热爱建筑景观跟都市的议题 悄悄的本节目也迈入了第三季的第一集 听到这一集很不一样的开头 聪明的你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全新的单元 为了让大家收听到更高品质的内容 在未来的每一个月 我们都会与台湾建筑报导杂志社 共同制播一集内容 这个单元会带你看到杂志专题的幕后 要请当期的编辑、课作编辑或是当事人 来让你听见建筑圈不可不知的事情 而11月号的台湾建筑杂志的主题是 Foreign Follows Question 2020大学建筑系的毕业设计特辑 请到这边已经毕业工作的你 请不要马上按暂停 建筑毕业设计除了是旧学时期的实力验收之外 我认为也可以观察到建筑圈的思维的转变 还有未来产业的发展的祖师马迹 本月杂志的特约编辑呢 进行了一项很有趣的计划 那我们在本节的节目内容中 也会好好的聊一聊 相信可以为你带来许多不一样的思考 那我们一同欢迎台湾建筑杂志 本月的特约主编 林佳如老师以及编辑孟杰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佳如 哈喽我是编辑邱孟杰 相信大家应该对佳如老师应该都不陌生 那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很快速跟大家介绍一下 林佳如老师呢 她目前在担任 O&A台湾艺术中心的项目总监 那她同时也是台湾女建筑家学会理事 她平时活跃于学术界还有食物界 那种丰富的国际食物经验 那她在这一集的台湾建筑杂志里面呢 她是这一集的客座主编 那我们就来这一集好好聊一聊 她整个杂志的发展概念 还有进行什么样有趣的企划 那我其实非常好奇 就是这一份杂志 为什么命名叫做 Fone Follows Questions 其实我觉得应该 大家在念建筑系应该都不陌生 就是这有名的名言 以前讲说Fone Follow Function 嗯没错 那后来也有她很多的variation 有的人说Fone Follow Fiction 这个问题要回到 在这一集的企划里面 我们做了一个 就高纲的一个尝试 就是我们把100个作品的3D模型 都把它收录起来 然后我们把它拼贴在一个岛屿上 让这个读者好像是在 进行一个岛屿旅游般的去探索 去看这一些作品里面 他们想要讨论的议题是什么 所以也就是说每一个作品 她的建筑的form会被抽取出来 从她的整个毕业设计的context里面 没有在她原本讨论的基地 或者她的议题的条件下 把这样全拼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到就是一个一个的form 那所以这个时候 她本身的确还是有 她要讨论的function 那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 到底她想要问什么问题 透过毕业设计 这一年她提出来一个 可能是她未来事业的起点的一个问题 所以她比较是一个 透过form来探讨她提出的question 就是想说透过这样的计划 来看看到底把它拼起来 我们会看出一个什么大灾问来 刚刚其实在录音之前 有跟老师聊到 她说其实台湾建筑系空间系 这样大概有五十几间吗 有挂建筑系的 当然有一些是研究所啊 就是或者是说 她名字没有建筑 但是她毕业的时候 也是做一个建筑设计的这个提案 大概有二十四间 那如果你想像 每一个学校有五十个人毕业的话 一年台湾就要乘出一千两百的案子 这其实蛮惊人的 对啊 我相信台湾可能每年完工的案子 都没有到一千两百件 这么大大量 的确的确 建筹量都没有那么多 对啊 建筹量有超过这么多啦 但是你知道台北市一个月 可能都只有十几件 二十几件而已 对 所以其实真的是学生的那个 创作的那个产能 其实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那这个计划 我觉得它的秘密也非常特别 它叫做Mind Collage City 家鲁老师就提到是说 它是把每个作品的部分 把它抽离着它的基地条件 基地的位置 然后把它拼贴在一个虚拟的道路上面 我有听到的是说 这原本的计划执行的时候 只是想要把它变成是 数位化的呈现嘛 是一个更大的project 来做今天的这个企划 对 我都觉得笑起来 也就是一个很天真的 因为我觉得当然它的起源是 因为这是我第二年编 这个台建的毕业设计企划 这个特级的企划 那我觉得大概从去年开始 我就比较希望说 它不是单独的报导 一些优秀的作品而已 而是透过这个企划 我们可以有一个横切面 来看到一个群像 也就是说现在台湾的建筑系 年轻世代他们在BSD上面 他们到底关注的议题是什么 去年大概有176个案子 也是我那时候邀请了 后来邀请了九家的老师 推荐了大概每天需要差不多 20几位的案子 集合起来呈现的一个 关键字的企划 就是说大概176个案子 他们投进来 我请他们自己勾选关键字 然后我们后来从重复最 它可以复选 那从要重复最多的这些关键字 开始再组合 就会像我们的在那个 Instagram 对你有hashtag 然后你透过hashtag 你就可以跟不同的人 创成一个平台 然后好像可以讲悄悄话 之后有一种隐性的线 把它们连在一起 在去年做完那个计划之后 那到今年那个 那个黄超美老师又问我说 要不要再编 我想我 好像不能 要想一个新的 对想一个新的 这个就是串起来的方式 那刚好也是 我觉得今年很特别 因为疫情嘛 然后像我 去了几家学校的评图 那我觉得我印象最深 其实就是中原 因为中原的毕业设计 今年是完全没有模型 就变成全部线上 全部都是线上评图 所以每个学生都 基本上都是做3D模型 来呈现它的概念 那我就在想 会不会今年这样的状况下 就很多学生 因为你也不确定 到底能不能评图 会有什么样的形式 所以也许就很多人 其实都做了3D模型 那我大概问了一下 因为我自己在当中教书 我大概问了一下学生 就是我看到几乎都有 做3D模型 那有的可能在设计阶段 他就是用3D在发展 那有一些可能是 到了比较后期 设计比较定案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3D模型 然后它的平面图 泡面图全部都从里面切出来 还可以直接丢给抢手 然后这模型也很快 那所以它有不同的原因 就是好像现在 这一个大的趋势 学生就会 最后都会有3D模型 可能要clutch啊什么都 就是做效果图都比较方便 那我就在想说 会不会 结果今年有可能 把大家的3D模型 拼在一起 对 然后我一开始还在想说 再疯狂一点 就是会不会像 Google的表单 就是你给他一个base 然后每个人自己进去 登录之后 我选择我的案子 要降落在哪里 他就要咚 就照在地图之上面 所以本来一开始就想着 就觉得 如果有这样的技术 就Google都可以编辑word 我们不能编辑3D档吗 那当然就是 这个就基本上在现在的技术来讲 好像还没有到那个等级啊 我相信真的要执行的话 就是工作量也非常非常大啦 尤其像每个人的模型 你想想看 复杂程度应该也是不在话下 要把那么多复杂的模型 拼到一个模型里面去 那光是用想象的 那档案就非常的大 我本来是希望大家自己去丢进去的 然后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编辑团队有先试过 然后再试五个案子之后 他就说老师不行了 电脑坏掉 我已经等电脑等一个小时 他也不会 而且大家的3D档案都很大 很多很多的detail 而且本来想说 好那没关系 我们把3D档案要过来 然后我们把它清一下 就是一些线啊 把它弄 弄档案小一点 然后在3D的模型里面 拼起来之后 搞不好我们就提供一个QR Code 然后你扫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好像上VR 这样进去里面看 后来发现这个 其他人也是没关系 讲得太天真了 对就是你基本上没有这样一个 电脑可以handle 这种事情 这么大量的事情 然后到之后就变成 你看到一个最土质的方式 就是我们先把大家的模型 先印 就是print它的perspective 一个45度的透视角 然后把那个形状剪下来之后 再用纸把贴到上面去 对可是就它就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 然后我后来觉得那也蛮好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操作其实还蛮同趣的 就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其实都会去买很多杂志的内液 把它撕下来 然后自己就是慢慢的拼贴的方式 去拼出自己可能梦想的家园啊 或者是一些奇特的动物园啊 之类的这样子的场景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操作 那我真的好奇说 在会整的一百多位同学作品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什么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我相信大家的主题都非常的variation 非常的多元 其实我相信整理起来 其实也是很头疼的事情吧 对因为我觉得当然我还是要感谢 我其实是找了我的两个学生 他们都是今年毕业的 一个叫理念 一个叫罗国说 那我那时候就说 我要做这件事情好像很有趣 你们要不要一起来 所以后来是他们两个 其实才是真正在执行这些编辑企划 比如说要这些作品啊 然后还有整理这些3D档案 我觉得在过程当中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 因为它开始会归类归档 就是什么样的案子 好像我们当时的分类是先 以这个十一住行欲乐 就你到一个城市去 你通常都要先看 这城市地标是哪 我要去逛哪里啊 然后还有什么 我生病要去哪里看医生啊 我住宅在哪里这样 所以大概就是用一个城市构成的 这些基本的元素来做 请学生填分类说 他觉得他案子比较像 哪一类的 但是在把这些案子 整理到那个页面上之后啊 我们把它拼开来看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有一种规律 比如说像讲自然的那几个案子 就很有机 就是线都歪歪的 然后都一条 就你有有点看不出来 他到底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结束这样 那地标的就是一颗很大 所以某个程度上面 这些案子在他呈现的form 好像也跟一种 就是现实上面会出现的一种 比如同一个类型的 他的案子 他好像就会呈现 有点类似的scale 或者是这种 他的型的这种对话的关系 就是这里面一定有这种疏漏的部分 比如有的学生会觉得说 我怎么被分类到这里来了 或者他觉得他比较像那里 那我觉得在过程中 他就是很多的随机 跟这个意外 然后最后拼我们就 我们觉得这样可以了 可以了 看起来有像旅游书 好像大家会想要去玩玩 可以了可以了 然后就停了 那么多件作品之后 是不是有呈现出 台湾建筑教育 是什么样的未来的方向 其实我觉得今年的企划 我觉得以方向来讲 就是你真的要知道 大家在想什么 你还是要去细读 每个暗室底下的那个小标语 跟他们的介绍 但是如果说真的以方向来讲 我觉得去年那一集 可能更直接一点 因为去年那一集的是用关键字 来做分类 所以在去年的关键字里面 你就会发现他有很多 比较意外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大概提供了90个关键字 给学生选 有一些是看起来有点类似的 那譬如说可能有七个人选深跟实 可是没有人选墓园 然后或者说有人选生态 但是他们都没有人选植物 那也就是说你就开始在想象说 到底这些学生他在选关键字的时候 有一个倾向就是他们会希望选 选择关键字是比较抽象的 比较概念性的 而不是那么实际的 比如墓园就很实际 它就是一个program 它的确在讲个生跟实 可是他们会觉得 他不一定要用墓园来谈这个议题 那他要谈生态 他也不一定要透过植物来谈 然后所以在这个去年 比如最热门的像是 就是感知 时间 意识 情绪 经验 其实就是比较是那种感性 然后比较抽象的概念 去操作这个毕业设计 对 那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我当时为什么想要做这个切片 是因为我觉得当然在这几年吧 我都不时不时有时候会看到 有人在脸书上啊 或是一些进入圈的朋友 会说我们都不晓得现在进入戏 别的事情在干嘛 做了一大学题目啊 都看不懂 到底是在做什么program 也讲不清 也不讲清楚这样 之类的 那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 有一点可惜的评断 就是因为我认为 你过了毕业二十年的人 你看不懂现在的毕业设计 是当然的 因为时代一直在改变 除了这些学生的主题 从一种比较抽象性的 的这个方式去切入 他可能跟二十年前 我们差不多那时候在 我自己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他的题目就是 什么什么图书馆 是 然后什么什么办公大楼啊 或者是市区黎明中心这样 那他当时有他的训练的目的 跟他的scope 就是说你毕业之后 你理论上就要能够进到 进入知识所 然后你要能够画一套图 然后结构观念啊 这些所有的空间配置啊 到整个这个啊 它是一个专业性的人才的 养成的方式 那但是到了现在 你看才过了十年 就是现在大家会 用这一些比较 比较抽象 比较哲学性的事情 等于说那一个 他的概念是组 那Program是辅 他要谈时间 他可能用旅馆来谈 他的时间 那所以说 我觉得他基本上 是一个时代的演变 也就是说 现在的建筑的技能 其实说实话 学校也叫不完 太多了 那我们未来出去 就是说 以前你需要养成的这些画设计 图画 Detail的这些技能啊 或者是 那你现在像有病 然后你未来可能 整个设计都在 电脑里面完成 你也不需要Photoshop之类 就是说 在表现建筑本质是什么的 这件事情上 科技一直在进化 那我们怎么跑 在这件事情上面 而不是去做一些 电脑就可以完成的 或者是说 他也许是你 经过一系列的training 你就可以完成的 这样的任务 我觉得这比较是 现在建筑里面 要学生理解到 他要养成的技能 我觉得这部分也算是反映到 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算是科技转进度的 非常快嘛 而且现在很流行 就是说 每个人都要写杠 就是说 你不能 你不是纯粹只是个建筑设计师 你可能同时 又在做平面 你会做网站 你甚至可能懂一点 UX UI之类的 就是你 突然一个人突然间变成说 你有非常非常多的技能 所以就变成说 建筑系好像变成本身 自己不一定是谈建筑的东西 他可能同时还会谈一点电影 谈一点都市规划 谈一点景观 然后谈一点生态 就把很多很多 本来是一些 可能不同科系在做的事情 把它全部都融合起来了 就变成说建筑的作品 本来像是一个鸡大城 可能是说展现出了 你自己那个人 他在操作上 他可能有的某一些兴趣的取向 他是用建筑这个媒介 然后去算是探索 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 这样子的意象在 那同时的话 就会变成说是比较 哲学上的思考吧 或者是一些议题上的思考 反而变成说 可能空间只是一个辅助 去阐述他建筑的论述 然后他反而是比较 inside是在讨论 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 然后是用建筑这个作品 去呈现这样子 我觉得他另外一个 更重要的训练就是说 你有没有办法 问出一个 别人看不到的问题 因为建筑很多时候 你在解决我们 比如说建筑他的功能性 功能性当然有他 必须要克服的 他的结构啊 重力啊 这些行为 可是在很重要的建筑 还有他的时代性 那我们在做 这个建筑设计的时候 你在想的是 你在设计的这些人 就像夜设计 潮流一直在变 这社会的人一直在变 整个结构文化 都不断地进展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理解到 现在发生的事情 然后用你的方式 观察这一些议题 并且用建筑来回应 所以我觉得 在整个训练里面 提问是非常重要的 一年的时间内 你问了一个什么好问题 而且这问题 是你在问的时候 事实上可能 大家都不知道答案 然后你透过一年的追寻 你在分析收集资料 然后你在判断 甚至你有勇气 你也许一个做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觉得 你不会轻易翻案 但是如果有必要 你也可以翻案 或说你可以调整 你在论述的方式 让它更精简 或是更纯粹 这样子的练习 我觉得它就是 你未来出去 不管你要做什么 像你也是个鞋缸啊 就是你在学校都 一定没有人教你 怎么做这个podcast 可是你就要 想办法去学习 然后你要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策划你的节目 那这样子 自己设定一个议题 然后找到答案的能力 那我觉得它就是 现在比这几面 我认为最重要 需要培养的一个技能 我觉得这其实 对很多大学 应届的毕业生而言 其实是很难的一个题目 就是怎么问问题 很多教育学家 他们可能都在讲说 台湾的学生 不会问问题 这就其实 影响到说 其实这是在选题上面 其实都是大家 最困扰的地方 老师就是自己 在教毕业设计的时候 会怎么样的去 引导学生去 做选题这部分的研究 通常像 但这样的系统是 学生他在 大午的暑假的时候 他自己就要先想好 他想要做 什么样的议题 然后他带着 他的议题 去找老师 看谁 哪一个老师 愿意带他 这样 那所以在最前面 我觉得 比较不像是说 有学生来找我 然后我说 你去做这个吧 这样 反而是倒过来 他跟我说 他想做这个 然后我觉得 这个是有点有趣 我也不太晓得 他会变成什么样 那他如果能够提出 他的问题 跟他想要切入的方式 还没有答案 他说 我想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讨论这样的议题 我觉得这件事 好 听起来超级有趣的 那我就好 那我就待你 然后在过程当中 比较像是一个 去question他 比如说他 他今天说 他研究了什么东西 然后回来告诉我 一个答案说 我终于知道了 这件事情会这样 这样 这样 是因为那样 那我就说 你确定吗 那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 想的话 那你就好像 就不成立 想想 我好像也是 所以他就来 就是很像那个 打桌球 球来 然后打回去 有时候可能乱打 有时候乱飞 跳到桌下 他就想办法去接 那过程当中 他还是必须要有一个 他的自主性 就是说 那他到底想要 真的想要抓的 那个主轴是什么 那再慢慢帮他熟练 所以我想 毕业设计里面 就每个每个人 他做出来的 这个作品 一定都会不一样 如果你在过程当中 是很诚心的提问 然后并且透过 你自己的力量 去找资料的话 我觉得他不可能 会产生出 一样的作品 是 我觉得这一部分 其实也是反映到 每个人 他可能就是 你是个比较偏感性的人 或者是你是个 比较理性的人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 就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 所以我一开始 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 我很想要去讨论一些 很抽象 感性的题目 可是我发现 我完全没办法掌控 就是他整个是一个 很失控的状态 就是老师也不知道 我到底想要做什么 然后我也没办法 很明确的说明出来 我到底想要 呈现出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 就是在整个一年的过程之中 其实会变成说 不然很复复 然后就是 不停撞墙 然后自我懊悔的 那个自身阶段这样子 其实我刚刚想到 老师刚刚提到 说用打桌球这件事情 来比喻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 因为毕竟这个题目 是两方都不知道 他的未来会 走到什么方向去 因为毕竟主控权 是在学生的身上 那老师的话 其实是辅助你来做提问 他有时候可能 也不是很清楚 但你想往哪边走 那他只是就是 想到一些回答 然后就回答你 都有时候 我们自己学生 在私下讨论的时候 就是说 老师问这个问题 我根本就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怎么办 就拼图的时候 也会发生这种事情 然后就是因为 四五个拼图老师 然后都对你的题目 或是你作品提出疑问 然后就拼图完之后 然后就开始说 所以刚刚那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种怀疑人生的状态 那我觉得如果有这样 应该是个好事 就如果你拼图完的时候 你发现有四个老师 然后四个老师 都超级热切的 要告诉你 他觉得你的案子 应该是怎么样 但是方向都不太一样的时候 我觉得这时候 你应该要骄傲 表示你的问题激发出了 很多不同的想象 那当然这些老师给你意见 我想现在的 其实老师也知道说 他给你意见 有点像是 你就是一个人 对四个人在打桌球 那你接到哪一颗球 那个就是缘分嘛 那你有可能 会有时候回去想一想说 我好像本来是想这样做 可是那个老师那样讲 我觉得那样也好有趣 那我觉得就去试试看 我觉得毕业设计 大概就绝对不会 你一个人坐在你的房小屋里面 想一年 然后想出一个很棒的方案 他基本上就是在不断的讨论 脑力激荡 然后误读 我觉得我很常会看到那种 就是在拼图的时候 学生讲了一个 他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老师可能回答他之后 我就觉得 学生刚讲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老师觉得他是这个意思 然后老师就跟着就回应下去了 那我就觉得这样蛮好的 部分也是在训练 学生自己本身的试辩能力嘛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够坚定的 去做你想要做的题目 还是说你是被牵了鼻子走 然后就走歪了这样 对对对 你就会发现 你可能被牵了鼻子走几次之后 你有时候会说 我先跟A老师走 结果下一次评读的时候 A老师又把你筹划一对 然后你就想 不是你上去脚这样改的 所以最后就会发现 你还是要靠自己 这部分也真的是 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 重要要培养的能力 就除了说 你的图面一定要画得正确 你模型要做之外 其实你本身自己的思考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有点好奇是说 就是在你这样观察之后 从去年那一本 Z四代的建筑力 就有一个古今对照嘛 就是现代大家在做的作品 然后跟早期老师们做的作品 比如说就有时候收录了 龚书章老师 郭轩老师他们的作品 相比起来的话 现在学生在建筑毕业的技能上面 会需要具备什么样的 算是要自我充实的能力 其实我觉得像去年编的那一集 它的确就是有两个大的主族 我刚刚讲了一个横向的切片 然后透过关键字来看 大概一百千几个案子 它共同的 这个世代关注的议题 或是它会切入毕业设计的一个 这个起点 那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走线 其实是重走线 就是从时间走来切下来 现在的人会觉得 以前毕业设计好无聊 比较早毕业的人会觉得 现在学生都不在干嘛 那你如果这一条线切下去 你会看到什么 所以我那时候 其实是从我自己当作一个 主轴来切 因为龚书章老师 其实是我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 那再来他的 也是一指导老师 是张苏老师 对 然后张苏老师那时候 带了龚书章跟过去员 然后还有像那个 林友涵那时候是 他好像大二的时候 给张苏老师带到 他们都是东海 然后另外一个是 那时候也有收入 收出贤老师的毕业设计 那他是小我两年 然后也是给龚书章老师带到 所以我 我其实本来是想要把张苏老师的 作品一起收进来 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一次 化好期待这样 然后但是张苏老师就 非常客气的拒绝了我 然后那时候我们办了一个 座谈会 他就分享他当年在东海 带的这些学生的毕业设计作品 就跟他们图画的真的超美 你就觉得 哇 那个年代的 他很多都是手画的 或者他图 那个图一贴出来 你就觉得那就是一个艺术品 他的线条 粗细控制密度 就是有点讲实在话 我觉得现在很多学生 Rhyno切出来的图 跟那个图放在一起 你真的是不能比 因为那个图 他每一条线 都是有他的思考在里面 是 我那个年代 大概在交替 就是可能有些人用电脑画 有些人用手绘 可是在龚老师 他们那个年代 都是手绘 所以你画那条线下去 你要想清楚 要不然你 他们都是用什么 针笔之类的 对 一画下去 你要改的话是改不了的 你就是整大都要重画了 对 就是他有可能 他的毕业设计 也就那几张图 可是那几张图里面 蕴含了他们 对于建筑的执着 跟他的功力 是 那对比于 我觉得现在的毕业设计 中间跳了一个 就是像我跟苏贤 那个时代 我们那时候 就差不多开始 要进到议题时的 这种思考 那所以那时候 也会是谈议题 然后用这个建筑的program 就建筑的整套平地 这些都还是很需要 可是表现法 就比较没有那么 像现在的毕业设计啊 有些 那个图看起来 你也是觉得 他的图好美 那但是他的图很美的 背后 他很有可能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可以制造出很多 很高品质的图面 但是如果他背后 没有他那个 讨论议题的深度 撑起来的话 你就会觉得 有点可惜 就是他的工具很多 可是他为了达到 一种工具上 表现出来的美感 最后 也许就是 他的sense很棒 然后做出来的 这些图的效果啊 都很棒 老师反而就 比较不太会 再去苛责 或是责问他说 那你到底 真正想要谈什么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 还蛮大的反差 就是说 当你工具有限的时候 你必须要想得很solid 然后很扎实 是 但是到了现在的 困境跟好处 都是工具太多了 所以你能不能收敛 把工具用到 他最合适的方式就好了 但是最重要还是回到说 你在这个训练里面 你的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跟你问问题 找答案分析的方式 他能不能够支撑 你走到下一步 大家基本上都是 PS神手 AI神手 RINO神手 你基本上 你要做什么 很酷的东西 很炫的东西 其实一定都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是说 你这样很酷很炫的 图的背后 到底想要讲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才会是 可能老师们 他们在提问上面的时候 其实反而会 真切想要知道的东西 那也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们的拼图方式 变得比较不一样 变成说很多的 不管是像是听20 他们也变成是线上进行 然后原本很慎重的大拼图 他原本是说 世界各地的 可能这些学子们 都可以集聚到一堂 然后一起 现场的就是那种 很大声的质问 就是那种激发火花 今年就变成是 可能是比较冷静的 在线上的讨论方式进行 那你觉得像这样子 受到疫情的影响 然后全部变成线上方式的时候 那老师跟学生的 之间的互动 会不会比较不一样 今年也算是震撼教育 就是我刚才有提到说 我觉得去中原拼图 他们算是比较早就决定说 今年全部都要线上拼图 因为他们好像有蛮多陆生 回不来 那说这个为了公平己见 所以大家都不要做模型 就避免群聚 然后我觉得他整个在 最后评图的这一个 讨论上面啊 我年轻就一直在想很多事情 因为譬如说第一个 像这样的评图方式 老师记忆力真的要很好 因为他简报 简报过了就过了 对他简报讲了 15分钟好了 而且他讲后面 我就哎呀 前面是什么program来着 然后当然他们会印出来 你有个这个小手册 在旁边可以翻 可是我觉得他就对于 我们一般在平图场合里面 他的图 其实他讲的东西 你会发现 就是他都贴在他的大图里面 或者他做了一个模型 那他可能在讲什么空间的时候 你眼睛就瞄到那个模型上 哦他在讲这个空间 然后甚至你有时候觉得 他讲太慢了 你但是就直接跑去看模型 因为模型有时候讲出来的话 比那个当事人用一个虚实性的方式 讲还要清楚 那所以我觉得在正常的 我们习惯的平图场合里面 就是学生讲学生的 然后他的作品里面 他的图 他的模型 也有他们自己在场上发言的分量 然后这个平图的老师 对谈的方式 有可能是透过这些模型或图 而不是完全follow他的这个虚实性的方式 那我觉得他就会有很多很有趣的可能 但是当他一旦变成线上平图的时候 你就失去了这些工具 你就只能跟他硬碰硬 他全部讲完20分钟 没有到20分钟 我都会觉得 感觉他们都会讲很久 所以他事实上没有讲那么久 但因为我一直要记 他刚讲了什么什么使用者 然后在什么基地 在干嘛干嘛干嘛 然后那一张过去就过去 然后你一天可能听了八个学生下来 所有人都全部都混在一起 对然后而且我也觉得 有一个很有趣的学生现象 就有一个学生 我后来就笑他 我说我觉得他日经历太旺盛了 就是他讲很久 然后他的简报里面 很多的空间 就是他说我又做这个 我又做了那个 然后一直做这个 你就觉得他好像是因为 没有办法做模型 是 然后就是设计能量又很旺盛 用不完就一直做 对对对 然后就一直做下去 然后之后我就整个get lost 我现在到底在 他现在讲到哪里 我不晓得 而且他的东西在地底下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在地底下进了一个城市 就是什么都有 什么function都有 对对对 有听到那个同学 那个sorry 我不是 我其实没有在攻击他 我是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 当我听完他的案子之后 我突然理解到说 哇 我好像没办法跟他对话 因为我根本记不得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他另外一个 我觉得应该也算是一个 还蛮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通常毕业制作 你要硬土 大土蛮贵的 模型也很贵 是 然后你这些模型 你还要想你有几个枪手 对对对对 然后在多久的时间内 要做出来 你要花多少钱 模型多大 你要放在哪里 然后到的现场 被组合起来 所以他有很多的 现实上的考量 所以你到之后 你大概会 你要集中火力 就是你有这么多的资源 你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 可是当这些资源 全部都没有了 你没有限制了 就是你不用请抢手 然后你没有这个经费的限制 然后全部都用线上的时候 他就进到他的小宇宙去 进行的爆发 对对对 他的小宇宙里面喷发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可能在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是 这个时候反而就是 我刚刚在前面讲的 当你工具太多的时候 你怎么样回到 那个最最根本的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 用很简单的几句话 人家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丢出来的东西 都是你为了要跟人家 产生讨论的火花 而释放出来的资讯 而不是说 我这里有很多东西你来看 那你想讨论什么 我就跟你讨论什么 然后我觉得那样 就会有点可疑 因为如果你再回头来讲的话 其实建筑就是这样 我们所有 我们到任何一个空间去 都是被喷发出来的结果 那你要看这个大的空间 很凶 或是你要看这小小的detail 没收好漏水 你本来就没有办法控制 这个参观的人 他怎么理解 你这栋建筑物 所以我觉得它就产生 一个很有趣的大灾问 就说会不会现在这样的 这种就是线上的毕业设计方式 反而更贴近 我们一个建筑产生跟训练 就是为什么建筑产生 要讲那么多话 建筑物你也没看 那些建筑师站在门口 说你好欢迎光临 我的设计概念是什么 然后请你要怎么怎么走 那所以就是 现实的是建筑没有这样 为什么我们的建筑训练 或者毕业设计里面 我们会要求学生 要有一套叙事的能力 然后要告诉他的概念是什么 那我觉得所以本质上 就是我们基本上要切开 毕业设计跟 建筑的建筑的产生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性 就是说他这个思想上的 能量上的一种训练 就是精神上面的训练 那当你这件事情能够 对于这种建筑的 这个核心价值的 坚定的信仰之后 那你再去做那些 喷发的那些事情的时候 他就比较容易不会 就是因为你喷发完之后 他就在那里你知道吗 建筑物盖出来就盖出来了 你也很难盖完之后 就会很糟糕 然后把它毁掉 然后所以 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一种 预先的一个练习吧 是 因为其实在后续 真的在实务工作上的时候 你有很多公家单位的简报的时候 通常我公司 因为公司是做规划的 所以我们简报的时候 是不会带模型去的 我们就是一分PPT 确实也是就是在考验 业主们的耳朵跟脑袋 就是15分钟听完之后 他们可以问什么问题出来 虽然说他们可能有30天的时间 可以准备 可以看我们的报告数 但是像是评图老师的话 基本上他们是当天 才看到你的作品 然后又没有模型 又没有图面 就是15分钟讲完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一个 很大的考验 对 而且陆陆续续 其实也有听到很多 就是今年一开始去 读国外研究所的朋友们 虽然说是读 但是他们其实在台湾 读国外研究 对台湾读国外研究所 他们其实就变成说 他们设计课也变成是 远端视讯的方式进行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是后疫情时代里面 会受到很大的考验 就是说到怎么样的去 讨论设计这个东西 就是到底设计 只是看图就好 看模型呢 还是说就是老师跟学生 之间的谈天这样子 那我也很好奇啊 所以你的朋友怎么说 他们觉得这样上课有效吗 这个真的蛮好笑 因为我有另外一个搭档 他叫做牛 他现在已经开始在读 德国的理工大学 他们的学校 他说他们像开学至今 都没有讨论设计 都在讨论哲理 对他们就讨论一些 就是学术论述这样子 然后他们说还有一堂课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们老师 在跟他们一起看三只小猪 设计课吗 设计课 所以老师也在发挥创意 对对对 要怎么挨过 这个学期的时间 对所以我就想说 哇是这个设计课 其实就变成说 有更多更多 很奇怪的发展 不是马上的进到 一个空间讨论 而是反而是 更多的对话时间 去算是磨合彼此吗 也不是很确定 他到底这样的操作 未来会往什么方向 其实对老师 对学生的研究 其实全部都是 一个全新的尝试 但是我真的觉得还是有差 像我这学期 开始在教大家上课 然后教大家真的是有点远 所以我有时候跟学生讲说 那我们就一个礼拜上 两次课一次上现场的 一次就有时候就现上 我觉得这样频率还好 比如说你在现场讨论完之后 有些东西 大家知道在讲什么 所以你下次上课 在线上上的时候 那个效率是OK的 是 可是我觉得在 第一年级来讲 就像我有朋友讲说 他们带那个一年级啊 然后那个时候 中途有一段 好像学校要求要 先上上课 然后那真的是一个灾难 就你在 透过镜头前面说 你那个图的那个 老师你说哪一个图 这个吗 然后那个 那条线哪一条线 这条线 所以我老师就 筋疲力气地说 嗯好 你做得还OK啦 就我觉得 有时候设计是这样 就你真的是 两人在一个空间 然后你可以直接 面对面的 直接拿起笔来画 说我在讲的是这件事 或者是你可以 拿他的模型起来说 我在讲的是 这个空间 有的时候 甚至你不是用言语沟通 我觉得是肢体语言 对对对 但你如果说在一个 大家都已经在一个 足够的专业的 这个程度上 比如高年级 那我觉得老师跟学生的沟通 有一点距离 可是至少你的语言 对眼神是还可以共通的 或者你在讲什么东西 那一个 比如说老师说很有感觉 然后这味道对了 他到底是什么味道 第一年级了 就会听得一头雾水 那老师 你什么味道啊 这是你在煮麻辣锅吗 我没有闻到这样 所以就是这件事情 我觉得疫情 它是一个 不是我们志愿的 但是它 很快速地 没有预期地 翻转了很多 我们很习以为常的 教学的方式 那所以这件事情 我不觉得 疫情过后 我们就会马上回到 原本的状况 就是到底有没有一些 是在这个期间 我们碰撞出来的一种 可能性 它也许就把教育 又带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也不一定 说不定在未来之后 就变成每个人的3D模型 都要见得很细的 每个人都要做 VR眼镜 或是AR眼镜 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其实近几年 有一些人的作品 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呈现 就是拼图的时候 就给每个拼图老师 一副那个 ARVR的眼镜 然后就让 实境的方式 带老师进去看 它实际的空间 对对 有有 其实像这样子的研究 也是有学问 就是它本身 就是在做这个 要偏数位的 那那样子的发表 其实你不是拼图 你就是它做出来 然后你戴着眼镜 看来说 哦好酷哦 就结束了那个拼图 那可是我就在想说 真的有可能像你讲的 也许以后真的技术很成熟了 就是每个学生 其实他毕业 毕业设计 他全部都在虚拟世界都建好了 然后拼图的时候 老师戴眼镜 进去走走 十五分钟出来 就过不过 你也不用讲话 就你感觉好像你 你好像是真的 进到一栋建筑物 它被盖出来了 那你进去 你感觉是什么 就什么 搞不好 作者还不被允许讲话 哦 这样可能比较公平 对对对 就变成说 真的就是一个 使用者体验的分享会 这样子 对然后如果OK的话 可能旁边那个出资房 就直接在外面 放汉就买走 就盖起 who knows 我觉得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改变 现在是太快了 这样 对所以真的很难讲说 到底后疫情时代 到底整个建筑系 未来必设计的方向 会怎么走 但是我觉得不变的 其实就是老师 在过程中 一直不断提到 有这些很酷很炫的工具之后 你到底本身想要谈的 想要讨论的议题 到底是什么 就是每一张图 每个模型 或者是你做的 每个动作的背后 其实都应该是由 你想要呈现的东西 你想要说的故事 你想要阐述的理念 而这才是建筑系 在训练上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集里面 其实从去年的 Z世代的建筑力 开始谈起 然后到今年的 Foreign Follows Question 2020大学建筑系 毕业设计特级 虽然说两本都是在讨论 就是建筑系 毕业作品的 一种算是总收入 这种collage的呈现 但是是从一个 很不一样的面向 从2019年的话 是比较很像 这种像的方式去讨论说 大家使用的是 什么样的概念 hashtag的方式呈现 到今年的话 反而是用一个 像是旅游map的方式去呈现 如果你对本节目 讨论的议题有兴趣的话 其实非常建议 可以购买 本期的台湾建筑杂志 然后这个杂志的话 在伯克莱 成品跟各大的 自己通路上面 都可以买得到 另外为了回馈的听众 我们每个月 也会准备 两本的杂志 来重新抽奖 想要收藏本月杂志的朋友的话 请马上搜寻 建筑家的Instagram 然后在这一集的 贴文下方留言 告诉我 对于本集内容的心得 那在我们月底呢 我们就会抽出 两位的幸运得主 可以去收藏 这一本这么精美 芝加吴老师 跟我们孟杰 进行策划的杂志 那我们12月的 台湾建筑杂志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 就让我们进行期待 那再一次 我们谢谢林家吴老师 跟孟杰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 我要自己拍手吗 不用 就说谢谢就可以了 谢谢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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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